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会闻到你的味道 听到你的声音 看到你的面容 感受你的心跳 还有你身体的温度 这一切对于宝宝来讲都像是一顿大餐 相比直接喂奶瓶给她喝的话 母乳喂养是一个全方位的享受 是一个高端服务 所以母乳喂养的好处 我相信大家都蛮懂的 我在这里就不再讲了 今天我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母乳喂养过程当中需要准备的必备物品清单 作为一个极简主义者 我不想大家去花钱买那些没有什么用的东西 其实我在之前怀孕买东西准备的时候 曾经疯狂的购买了许多母婴产品 当时就觉得只要看起来有一点作用的东西都想买回家 因为你害怕在你生产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宝宝需要的过程当中 你万一家里面没有的话 你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但是在养育了两个小孩之后 我发现很多东西其实都根本没有必要购买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些物品就是真正你值得购买的物品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你需要准备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电动吸奶器 电动吸奶器的话 它可以解放你的双手 因为它有一些装备可以让你把它背在身上 你的手是可以腾出来的 然后要双头的 双头的至少可以节省一半的时间 而且让你两边的产奶量比较平衡 因为如果是左边右边不平衡的话 那么对你的身形在长久而言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为什么不要手动的 因为手动的实在是太麻烦了 如果是你手动的半夜凌晨两三点钟爬起来 你还要在那手动的吸奶的话 你到时候真的相信我你会崩溃的 电动的效率很高 然后让你在很快速的就能够完成挤奶 除奶的这个动作 这样会让你很舒服 那么很多朋友就问 为什么一定要吸奶器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可能你的奶量分泌量跟宝宝需要的量是不匹配的 你可能产更多 然后它吃不了那么多 但是如果堵在里面的话 你就会很容易得乳腺盐 因为奶储存在里面的话 它如果堵塞起来 它是很容易发炎 让你发烧 让你去换这种乳腺盐的这个疾病 所以你需要一个吸奶器来把这个多余的量排出来 但是你也不能不停的吸 因为不停的吸的话 它就会让你的大脑反射出来 一个信息就是你的宝宝还没有吃饱 那么下一次你会分泌的更多 使用吸奶器主要就是为了调节你 把你多余的量不要浪费掉 储存起来 把它弄出来储存起来 但是在逐渐降低跟你的宝宝实现一个胃养平衡的一个关系里面 就是你的产量跟它的需要的量是平衡的 这样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这个目标达成之后 你会觉得身体很舒服 因为你没有再储存多余的奶在你的身体里面 然后宝宝也吃够了它所需要的营养 这样就是一个长期平衡的过程 但是在刚一开始的话 需要一个阶段去调整它 所以一个好的吸奶器确实是你必备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吸出来的奶之后 你需要一个储奶袋来储存它 储奶袋分为很多种 有那种像塑料一样的袋子 密封口袋的那种袋子 还有一种像瓶子一样的 我之前购买的电动吸奶器里面 它那个牌子就带有储奶瓶 但是那个储奶瓶不够我使用 量还蛮大的 所以我又购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储奶袋 之所以要买大大小小的储奶袋 就是你可以根据宝宝当时的月龄来储存它 比如说小时候你可以储存60毫升 120毫升 大的你可以储存到180毫升 还有就是180毫升的袋子 搭配一个60毫升的袋子 就是你如果有几种规格可以选择的话 你到时候溶解出来的 就是解冻出来的母乳的话 是不会被浪费掉的 因为母乳是很珍贵的东西 所以尽量不要浪费掉 那么你选择不同规格的袋子 就可以完全的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储存 来解冻来喂养 好 这是第一个 这个储奶袋大部分都是放在家里使用 第二个就是如果是你要来回出去 在外面行动的话 你就需要一个储奶瓶 这个储奶瓶就是你吸出来的奶之后 刚好就装到这个瓶子里面 吸奶瓶就可以放到一个冰袋里面 这个冰袋里面是有一个像保温饭盒那种的袋子 但是它是保冷的 里面放一个冻好的冰块 这样你在运输的过程中 你在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中 这个奶是不会变质的 它是在冻到一个很低温的状态 那么你再拿回家之后 再放到冰箱里面冻起来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储存它 第三个物品是非常有必要的 就是一个喂奶的杯筋 这个杯筋的话可以像一块棉布一样 你可以在怀抱宝宝的过程当中 在喂它的时候 拿一个喂奶精把自己照起来 这样就不会产生一个很尴尬的时刻 如果你在公共场合 如果你刚好带着小宝宝在外面散步 或者做别的事情的时候 它突然想要吃奶 那么这个喂奶杯筋 它就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隐私 可以让你在喂它的时候不会走光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下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婴儿杯筋 跟刚刚那个喂奶精不一样的是 这个杯筋是可以把宝宝裹在你的身上 它其实是一块长长的很有弹性的一块布 这个在网上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很长的布的话 你可以把它裹在身上 裹在身上的同时 它也是一个喂奶的一个场所 因为宝宝在很小的时候 它喜欢随时跟着你 这也是亲密育儿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带着它到处走 你如果让它依偎在你的身上的话 它是非常开心的 它也很少哭闹 而且它见多识广 因为它跟着你去 以成年人的高度跟视角 在看周围的这个世界 而且你不知不觉 你在背着它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跟它讲很多话 在讲话的时候 再往它的大脑里面输入很多词汇量 输入很多语言理解跟表达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把宝宝一直背在你的身上的话 宝宝是会非常开心的 第五个非常重要的物品 就是我们的喂奶枕头 这是一个很大的枕头 因为在宝宝还很小的时候 你如果用手这样怀抱着它的话 你的这个手会很酸很痛 那么你的手跟你的腿之间 必须要有一个枕头 来把宝宝放在这个枕头上 让它来填补你的手臂 跟你的腿之间的这个空隙 所以这个喂奶的枕头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把它携带到任何地方 可以垫在你的腰部 可以垫在你的手肘下面 可以垫在你的腿上 任何地方只要你需要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枕头来填充这个位置 它会让你舒适很多 第六个物品 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个乳头膏 这个乳头膏的话 是因为在喂奶的过程当中 你的乳头可能会受伤 就是在每天它吸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有一种脱皮或者疼痛的感觉 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呵护它 呵护它有一个东西叫做乳头霜 我曾经自己也使用过 就是像羊脂膏一样油脂很重的东西 你把它涂抹上去之后 然后风干就是让空气自动的给它晾干 晾干之后的话 它会对你的皮肤的恢复的话 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这个产品是非常有必要先备抑制的 虽然你不一定用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用到 但是如果是你有出现这种状况的话 你马上手上就立马可以用到这个东西 第七个需要准备的就是一把好的摇椅 为什么需要一把好的摇椅呢 这就是我之前失败的一个经验 我想分享给大家 如果是你在家里安排一个很棒的喂奶的摇椅的话 你可以坐在上面轻摇你的宝宝 这样对它睡觉也很有帮助 对于你自己休息也很有帮助 然后你在喂奶的过程中 你需要一个有扶手的这种舒适的摇椅 再垫上你的枕头 这样你整个人就很放松 一般的沙发的话 它不是那种弧度的 你坐起来总会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需要填充 但是如果是一个舒适的喂奶的摇椅的话 它就已经帮你设计好了这个弧度 你坐上去之后已经很舒适了 再加上你的枕头的话 你的这个喂奶的日常工作的一个场所 就已经设置好了 这就是你主要喂养宝宝的一个场所 那么你坐在上面 就会很轻松的完成这样一个繁重的工作 最后我想跟大家提醒一件就是 需要准备好的关于母乳喂养的一个物品 就是一瓶好的水 永远在你的周围放一瓶好的水 你可以随时的补充这些液体 很多妈妈在遇到母乳喂养的问题的时候 有可能是因为它的液体补充的不够 我们很习惯去喝很多汤 喝很多浓汤来补充喂奶的这个能量 但是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杯简简单单的高品质的水 都会让你的身体恢复很多 让你的乳质分泌量提高很多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缺水 那么其他的生理上跟心理上的准备 我相信大家在别的地方都已经学到了很多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关于母乳喂养的疑问 或者是难题没有解决的话 欢迎你们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我会及时的回复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顺利的愉快的完成 这个母乳喂养的经历 因为它是你这一辈子可能最甜蜜的一个回忆之一 跟你的宝宝最私密的一个回忆之一 这是绝对值得去做的 祝愿大家都有一个顺利的母乳喂养的历程 在此我还想补充一句 就是如果有各种原因 你无法完成这个母乳喂养的话 请你也一定不要伤心 因为妈妈的爱就已经是宝宝最大的礼物了 我们是尽力去做我们觉得对她好的事情 但是有些事情确实是事与愿违或者是达不到的 当这个时机出现的时候 妈妈的心情才是第一位 因为只有妈妈快乐开心了 宝宝才会快乐开心 所以我们只是需要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 好的事情在哪里 然后我们努力去做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做 做到自己的最好就已经可以了 如果是没有做到非常好的程度 或者是你觉得的那个标准的程度的话 其实也不用太伤心 因为我们已经尽力了 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拿我自己来说 我第一个宝宝喂到了11个月 可是第二个宝宝我只喂到了8个月 我并没有任何愧疚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 人的身体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 我在生一胎的时候 我的乳质分泌量是非常高的 但是在第二胎的时候 它的乳质分泌量就下降了 我也不知道各种原因造成了这个问题 所以也没有必要内疚 我们只是要去努力做好 做到自己最好的 给宝宝充足的爱 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这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你点赞分享和订阅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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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